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2月26日星期五也是新十五的第二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工聯會核下工會 昨天在尖沙咀巴士總站的樹 搞了一場奇妙的抗爭活動 歷時13秒就已經玩完了 而第二宗消息就是陳茂波在星期三公佈的財政預算案 滿意率淨值創了97以後的新低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究竟工聯會核下的工會是搞哪科 這個工會的名字叫做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九巴分會 在昨天下午 他們去到尖沙咀碼頭的巴士總站 搞示威活動 來到今時今日還有什麼好示威 原來他們就是要抗議九巴 在未有諮詢工會的情況下 一意孤行 宣布了從下個月1日開始 更改退休車長和部份現職車長 在續約時候的聘用條件 有一千名車長會轉為半職 工時只減6小時 人工從18000元減12000元 工會的九巴分會主任黎紹聰就聲稱 說工會在昨天早上跟九巴開會的時候得知消息 隨即在會上要求管理層要擱置新合約的安排 但是管理層一口拒絕 於是工會的代表就抗議離場 昨天他們搞示威活動是怎樣的 原來他們本身計劃要在尖沙咀碼頭的巴士總站 搞封站活動 這件事是很嚴重的行為 封站活動 建制人士不是很討厭這些行為嗎 這些是你們口中的暴徒才會做的 工聯會屬會在搞封站之前 有沒有諮詢過麥美娟 鄧家彪和王國健的意見 搞這些行為很激進 多名警員在場皆備 下午4點半的時候有三名新村橙色衣服的工會成員 跑出馬路 拉起了橫額 隨即被警方開咪警告他們違反限聚令 在13秒後他們就決定放棄封站 返回去行人路上發言 只有13秒 這些真是快槍手 衝了出去馬路13秒就回到行人路 這樣 有姿態就沒有實際 這個工會他們還有很多話說 我們又聽聽他說什麼 今天有記者問到黎兆聰 究竟你今天這個風站行動是否失敗了 黎兆聰說不同意 好戲在後頭 黎兆聰說如果九巴的管理層不肯重返談判 他們的工會就不排除往後會有激烈的行動 甚至是遍地開花 你說這些 遍地開花 不是那些示威者才說 為什麼理工聯會人士會說這些語言 很有問題 麥美娟有沒有譴責他 他公開發言說這些說話 還有黎兆聰還說什麼 他就說 按張工作就太無殺傷力了 如果行動要升級的話 風站就不會再是野貓式 嘩 這樣說這些東西 很激進 當然他現在只有一個港字 但是說已經是不行了 如果換轉這一堆說話是由反對派的政治人物去說 那就麻煩了 但是現在這個是由工聯會的人去說 應該怎樣去處理好呢 怎樣來評論好呢 是不是 應該由建制中人出來檢視一下這個情況 他講這些說話 沒有人出來說話 那些建制派是 如果這些東西是由反對派的人去說 神早就被那幫人出來口誅不伐 聲討 為什麼現在他說就可以了 不過我就相信這個工聯會屬會的主任黎兆聰 他都只有一個港字 這些就叫做言論的巨人 行動的諸魚 他就不會付諸行動的 我猜 而且他昨天搞那個所謂的 示威活動 也是維持了13秒 就已經重返行人路 所以這些叫做行禮如儀式的抗爭 就是叫做做了 做了樣子就算了 問題就是他還有空間讓他這樣說這些 如果是由反對派的人來說 很可能就會出事 你現在建制派就搞了這些叫做大龍鳳 其實 在沒有了反對派的情況下 建制派的存在價值和意義 都已經會大打折扣 當初為什麼建制派會擁有那麼龐大的資源 那麼多的人力來搞他們的選舉工程 或者是搞所謂地區工作 就是因為有反對派的存在 他們就是要打擊反對派 但是在目前這個大環境下 反對派都已經是沒有什麼作為 都已經是萎縮得很緊要 所以建制派他們還有什麼價值和意義呢 所謂非鳥盡 糧工藏 搞兔死 走狗烹 當反對派都已經收拾到差不多的時候 其實建制派都失去了自己的角色 你看看無線和亞視就已經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當亞視還沒倒閉的時候 無線長期都有另一個電視台幫手佔底 這時候就佔高了無線的地位和身價 其實無線就應該珍惜這個積弱的對手才是 因為這個對手他只能偶然間有些節目 在收視上可以超越自己 長期來說他都是低迷的 他都是在這裡糾言殘喘的 這樣的時候你無線才是巴士閉的 因為有一個積弱的對手跟你做比較的時候 就顯得你威風 問題就是當亞視倒閉之後無線照計獨霸武林就是會大顯身手 又不是的 在過去十幾年 有一段時間未曾有ViuTV和未有這個奇妙電視的時候 無線又不顯得說他會厲害了很多 甚至近年更加顯得一蹶不振 有一落千丈的感覺 換轉在政界的情境 其實那些反對派就是好像亞視那樣 他偶爾可能在議席上 在區議會上會超越了建制派 但是長期來說他都是職弱的 他都沒有辦法可以奪得到你的大權 現在一棍吐下去的時候他都已經是潰不成軍 接近建制派就會得到很多民意支持 又不見得是 而且建制派現在還要面臨著那些紫荊黨或者港票人士的競爭 因為始終那些才是根正苗紅 你這班叫土炮 土炮怎麼都不及得上別人的自己的 建制派在接下來的日子 其實他的角色都是會萎縮的 因為有另一班人就是會取代他們 接著我們就談談陳茂波那份的 財政預算案 香港民意研究所 進行了一個民意調查 發現到預算案的評分只有36.4分 創了2008年之後的新低 而且只有20%的市民 對於預算案表示滿意 滿意率的淨值 是-36.5% 自從1997年以後的 財政預算案的新低 即是說市民是很不滿你這份 當然市民的意見 很多都已經在這兩三天 無論從電台的封煙節目 或者在網絡上 都反映了很多 就是因為你派五千元電子消費券 是不倫不類的 很簡單一件事 去年你就派一萬元現金 今年金額就已經削了一半 還要從現金轉為這些電子消費券 市民肯定是很難接受的 只要派五千元的電子消費券 你再派五千元現金 市民都已經調氣順很多 你也是維持一萬 不過你讓五千元電子消費券 你的目的是要刺激消費 要提振的商戶 你起碼再騙五千元現金 大家調氣是否更順 你也不是的 削一半不只 你還要搞形式轉了 還要被人翻舊 原來陳茂波對於消費券的立場 是作出了很重大的轉變 他在去年的時候 就談到消費券是一文不值 他說搞消費券 手續又繁複 而且台灣和日本都推出過 對於刺激經濟增長的效果 就未必理想 好了 今年的時候 陳茂波就說 經濟很差 中小企也很傷 零售餐飲消費行業就很差 通過消費券 市民消費就可以給他們生意 這些就是今天的我就打倒昨日的我 去年你明明說派消費券是很麻煩 沒有什麼作用 為什麼今年突然間又會有作用 你怎麼解釋 一年而已 不是轉貸轉得那麼快 去年你派現金的時候就說消費券不好 今年你派消費券不派錢又說這個消費券好 今天你讓市民是不是無所適從 就算撐你的也死了 去年你又一樣 今年你又說第二樣 你想怎樣才行 最好的辦法就是 兩樣一起派 而且你的額度還要提升 老實說全球都是以派錢的措施作為優先 就算說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 都是派錢的 你不要整天標榜你剛剛上任的時候搞那些什麼理財新哲學 那些是只有一個講字 是行通的 全球都派錢 美國都派錢 去年美國第一次派了1400美元的支票 第二次派了600美元 去年就派了2000美元 在今年拜登上任的時候就已經說到要派1400美元 前後是派了3400美元 額度是比香港多了 兩倍有多 你乘回就知道7.75 3000美元 就是23000多港幣 大哥 別人美國都派了 是不是 你不要整天說派錢 就是不符合公共財政哲學 你比美國的那些財政專家更厲害 是不是 那時候只是在澳門派的時候 你又在那裡來 又說那些東西不行的 不行的 行不通的 美國又跟 是不是 那麼多那些歐洲國家又跟 人家都派 你就照派 你派這個電子消費券 老實說我沒有什麼意見 你最好就派多些 但是你不能夠只是 二減一三減一 去做 為什麼你派電子消費券的同時 你不派錢 你說要刺激消費 你最好兩樣一起派 就刺激到 你只是派這一樣東西 是有問題 如果你十樣東西 選一樣東西來派 麻煩你派現金 現在很多市民在網上討論什麼 就是說 當他拿到這1000元的電子消費券之後 他想辦法怎樣來截演 可能他買一些產品出來又套演做現金 那就是浪費市民的時間 你最好的辦法就是什麼 派錢就好 一家便宜兩家著 最好的 你比市民現在還在想辦法 怎樣截演 搞那麼多浪費時間的事情 一定是會有人截演的 而且你那5000元分五個月來派 那些錢又不能累積的時候 很多市民都有些聲音出來 就是說 他的洗衣機壞了 或者他的電飯煲的雪櫃壞了 他想換 現在他又換不了 好了 因為你派了1000元 他買什麼好呢 是不是 大陸的牌子不知道那麼便宜 你不買東西當然不知道 陳茂波 是不是 你有空去那些百貨公司看看 那些東西的價錢是升到怎樣 是升到多厲害 真的有人這樣說 在網上 人家都想消費 問題就是 你派了1000元 你叫他補錢出來的時候 他又覺得肉赤 他又不捨得去花 那你怎樣刺激到消費呢 如果你派了5000元給他 可能他又可以買到雪櫃 或者他又可以買到一個電飯煲 再加一些沙煲硬撐都還有錢 你不是 你不夠靈活的 一個月派1000元 他就在那慢慢撕 他不會花超過這1000元 你不要想著有什麼乘數效應 你放了1000元出來作為利誘 他就額外再扔更多錢去消費 這些愚蠢 現在擺明就是經濟下行 大家就會勒緊 褲頭都哪裡捨得洗 很多人都 不是跟你一樣 大哥你三十幾萬一個月 你是不會理解 你是不會明白的 當然他有個預算盤擺出來 就是說 他給你1000元 他就利誘你去花更多 他都說明了 有能力的那些會花更多 有能力的那些都不欺負你這1000元 浪費了他 真是 好了 跟著說一下建制派 他們也是觸從的 整班人走出來領工 就說成功爭取電子消費犬 比如說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 張宇人 就大讚這份預算案值90分 哇你真是跟民意脫節得很緊要 人家民意調查出來的分數是只有30多分 他說90分 張宇人又認得了 他說自從2009年開始 已經跟前立法會議員方剛 向特區政府提出要派這個電子消費券 整件事就是由自由黨說先的 形容在12年之後才看到儲光 你威風了現在你派這個電子消費券 但是很多市民都聲討 人家是想要錢 我自己的立場就很簡單 你派電子消費券我覺得沒問題 但是在派這個電子消費券的同時 你不該派錢 這樣你才是最遺及到民生的 你如果有那麼多東西不派 只是派電子消費券 有很多人是不會認同的 再加上去年才剛剛派了一萬元 是現金來的 今年你忽然間改變了這個派法 那些市民想讚你也難 還有 再加上美國這些叫做豬肉在前 人家派3000元美金 你去年派了一萬元港幣 你還好說 還有那些建制派 走出來認屎認屁 又說成功爭取這個那樣 現在的議會都是只剩下你那些人 市民說想要錢 回水 你向特區政府爭取一下 那些人真是多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